另外告诉大家 简安湘的第三个乐治社区服务据点 在服务新社区的活动中心正式成立了 那么这个据点将是由花莲慈激医院失智共造中心 安排每周三天的课程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十位的长辈参与学习 简安湘公所推动失智友善社区服务计划进入第三年 继仁爱新城活动中心和白色城堡民宿之后 第三处服务据点也在服务新村正式启用 简安湘一万五千个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适性乐活 在老人安养社会福利 更成为简安湘公所 必须要责武旁贷 承担起的社会福利 结合此际我们第三个乐林的健康站 失智据点来开站 希望我们社区就有关心长者 能够健康活力学习 交朋友的好地方 尤其在活动中心 每一间都经过耐震补强 安全结构 检测无语之后 我们希望带来的就是 老大人学堂 让他们更活力健康 充满自信的在 吉安安养乐活 福星乐智社区服务据点 是由慈激医院失智共造中心 来负责执行 透过动态静态的活动和学习 希望可以有效延缓老人家的失智症状 我们的服务的部分的话 主要是包含就是 长者的认知促进 缓和失智服务 那课程安排的部分的话 结合动静态的课程 有芳香疗法 有园艺服疗 有和谐分裁 这些都是静态性的部分 那动态性的部分的话 为了让我们的长者的就是 身体功能能够维持这样子 那所以有包含的有太极拳 然后体势能的运动 然后以及花莲县卫生局推动的运动书包课程这样子 主要就是要延缓就是失智症长辈的退化的程度 让他们能够就是在这最后的这些时间 就是我们能够把失能的时间说越短越好这样子 那功能可以维持 那也不要让他一直退化的越来越快速 那所以课程的安排呢 都是特别就是针对失智长辈所设计的课程 福西乐智社区服务据点 每个星期有三天的课程 协助失智长辈举办认知促进 缓和失智方案的活动 家属照顾课程还有支持性团体 安全看似以及共参的服务 目前已经有十位长辈参与学习 介续会节安相报道 感谢观看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